韓國電視節目Dream Team相隔兩年 再到出戰國際龍舟邀請賽 今次陣容非常之鼎盛 最出名的當然有2pm 而後面跟著的還有一班韓國明星 所以難怪現場這麼多年輕男女粉絲支持他們 不過他們只是明星 說起爬龍舟可能真的歷有不敵 剛剛開始的時候龍舟斜斜斜斜斜 不過最後都成功可以爬出去 而面對著由內地和日本等八支隊伍組成的挑戰者 贏的機會真的不大 但是甲岸沿途全部都是支持者 又舉牌又立喊 所以他們最後都幸保不失 不用包尾 以什麼以成績衝過終點 都算是有個交代了吧